昨天我们还在节目里面担心本山大叔今年的春晚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小品呢 然而就在昨天的下午央视通过微博宣布赵本山退出春晚 同时赵家班的小品也无缘今年的春晚舞台 昨天下午3点19分央视春晚的官方微博发布消息赵本山因身体极度疲惫状态欠佳 最终还是决定西别2012年的春晚舞台 同时由于赵本山的退出赵家班的节目也退出春晚 其他节目不受影响 至于赵本山生病的细节央视春晚组并未回应 本山传媒通过微博证实了这一消息 赵本山最近一直身体不好也是众所周知 前两天坚持边吸氧边排练 另外排练期间本山大叔三天参加了四家电视台录制春晚节目 分心分神自然也是导致他身体极度疲惫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过夜网友认为剧本不佳 才是导致本山大叔退出春晚舞台的主要原因 第二次彩排时的好人赵大海效果不佳 第三次彩排就紧急换成了相亲二 依然未能得到认可 在没有好的作品情况下 赵本山最终决定退出也就顺理成章 至于谁能取代赵本山的压轴小品 我们只能拭目以待了 真是太遗憾了